所以等一下听大家的报告看看情况怎么样 然后今天报告的是照顺序嘛对不对 第一组先报告 那这叫第二组 这叫第四组 OK那其他同学都到了吧 那我们先鼓掌欢迎第一组同学报告 这个助教们把您来组今天没有来 同学记录一下 这个也是算上课的课程之一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组 我们的主题是 没有鼠按摩也不止打泡 我们的研究队上是同治按摩工作者和同治系工作者 然后教授是王宏仁 助教是杨洁思 那在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肩场阵容 我们第一组是由社会系张永远 社会系张远伟 外文系陈坚如 主管系陆 主公系同瑞茂 还有高达清管系王宏仁 然后这是我们等一下的大纲 我们会先讲我们的问题意识 然后接着是对这个问题意识的解答 再来是我们如何去研究 然后对这个工作的概观流程 再来是我们对问题的推论 然后最后是总结的部分 我们的问题是从大家对同治按摩的印象出发 那大家对同治按摩的印象其实还应该都蛮直观 就是一个男的师傅 然后一个同性的师傅再帮一个同性的顾客做按摩 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受访者给我们工作的照片 就是还蛮直观的 Google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这样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那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同样性别的师傅 然后再处理同性别的顾客 对我们就会特别想问说 就是在同治按摩工作里面 除了我们刚照片上看到那种身体的外在劳动之外 师傅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去满足那些客人 去吸引顾客来光顾他们的按摩店 那后来这个答案在我们整理出的同治按摩服务流程图里面找到了解答 就是除了左边我们刚可以看到的就是包含止压油压还有特别服务 就是等一下后面讲到就是打泡 然后之外还有贯穿整个服务流程 就是顾客会 顾客不断的跟师傅聊天 然后店家还会要求师傅要想办法跟顾客谈心聊天 营造某种细分 然后好像是演某种戏一样 这跟我们上课提到的就是高夫曼的戏剧理由很像 就是他说要师傅要在那个按摩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表演让客人有某种感觉 那我们后来就找到另外一个 我们想引用另外一个理论 就是他明确他比高夫曼更明确的指出说 在这个工作里面他会就是师傅 就是工作者会特别去管理他的情绪 来创造让顾客看得到的脸部的表情 或者是他身体的表示 像比较靠近来或者是比较暧昧的动作 所以这样就会有被这些就是表演 就可以拿来被贩卖 然后换取薪资来完成他的工作 对然后 好我接下来讲一下研究方法 那我们研究方法就是深入探讨 还有观察那个文献资料 那大家应该很想知道 我们怎么找到受访者的 那刚开始我们就是刚好认识同志的朋友 那他就介绍我们一些同志的Gaspar店 或者是同志的聚集的场所 那再来就是我们就亲自去登门拜访 那询问所有没有愿意让我们受访 或者是师傅 或者是店家也没有认识的按摩的Gaspar店的受访者 那接下来就是用电话询问 那还有用FB还用LINE来询问 然后跟那个受访者结合 那我们也有用鬼血球的方式 就是间接再找到下一位受访者 好那我们总共的受访者有七位 对那我们的工作时间也非常的广 有一年的那也有将近十年的 那工作的地点也非常的广 就是有台北台中也有高雄的 然后大部分的人的工作的动机都是缺钱 就缺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年龄的成分 年龄的范围也非常广 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 那讲一下我们的受访者的资料 就是我们有访问到店长 那也有访问到性工作者 然后还有访问到现在的还是学生的 那还有就是特别讲一下就是这位金山草 他就是因为情绪负面而感到困扰 那就是我们这次主要的主题 我们聊天完那受访者的资料之后呢 讲一下就是他们的工作代管 那第一是工作弹性 他们的上班时间就是开心去就去 而且虽然就是全职 但是没有规定上班的事情 那训练的话呢 就是起码是要不准硬 流程大概是客人跟店家 就是预约那个某个师傅 然后那个师傅再去跟客人接下这样子 那从接单开始到墨浴跟只要有压 然后特别多就是他们所谓的就是讲那个 happy energy 就是把他打手枪 然后在那个最后就是会给他小电视 接单的话 顾客打电话给公司跟公司预约 那师傅会在那时间去到哪店里面 如果从流程开始的话 那个客人进来之后一定换衣服 而且要只穿一件浴巾然后去洗澡 按摩的部分呢 他们会为紧压跟油压 那油压就是有抹精油或是乳液 可以说是泰式油压 只是如果有想到涉及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依据那个店长说 当时在泰国塞的那些东西 他会没有 油压就是帮他推上肌膜而已 那这样图是我们从那个相思草 这个受访者他亲自画给我们图 那左边是紫压 右边是油压 那紫压的话就是从下按摩到上面 油压的话就是由上按摩到下 特别服务的话就是 就是应该知道就是所谓的精油保养 那就是帮客人打手枪嘛 那打出来之后呢 占物客人就是要不要帮他洗澡 所以同志按摩工 都会用身体劳动处理几性 收费的话一般是紫压油要11000磅 那如果是要泰式的话 泰式的话就是用身体去按摩 泰式的话就是加500 小费的话就是要看那个师傅的个人手腕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食物流程图 从接单到小点心的部分 那我发现其实财心聊天才是那个师傅 提供给顾客最重要的一部分 好那再来我们要深入探讨的就是情绪劳动的部分 好那我们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这是我们讨论到一位店长所说的 就是他们在征选面试的时候 希望他们的师傅是谈吐要讲得好 那表达方式要非常好 就算说他们脸长得好看 外表长得好看 可是即使他们的谈吐方式表达方式不好 他们也不会雇用它 好那再来就是店长是希望说 店长希望师傅每一个人 每一个师傅来工作的时候 状况要非常好 就是希望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状况 那如果不是一个完整的状况 就不要来上班 然后店长也希望说 就是两个小时结束了就结束了 就像看一场电影的一样 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有访问到一些师傅 他说他们会跟就是 他们会跟顾客约出去 然后像我们有听到就是 有人会去阳明山泡温泉 或者是约翠去看电影之类的 那店长就说 其实他们的工作跟一般的按摩是一样 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有多情绪的一些方面 然后就是要把他们的感情 就他们的感情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演戏一样 然后要营造一个情境 然后再来我们看工作人员的角度 这位枫萎草戏工作者 他讲的就比较像是高不慢的戏剧联合 他认为 就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取悦客人 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 就是要去棺材读客人 看他们学不同事情的反应 一开始要跟他们聊天 然后再慢慢的推测 他们会大概 比较喜欢哪一个飞行的人 因为这样对读客来说 他们在两个小时里面 就会比较有亲密感 比较像朋友或亲密的感觉 他这位相思潮按摩工作者 他讲的就比较像是情绪劳动的一种 他认为他主要给助费的是安全感和归属感 他有一个案例就是说 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你有结婚 你有小孩 那你会不太敢出来关系 因为你怕你会被曝光 所以你去找了一个同志安摩斯 想要从这方面上 得到一些亲密的接触和感觉 想要跟 然后大部分想要跟安摩斯交往 就是这类型的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没有别的逛 感到可以抒压 然后他们在提供他们的劳动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那对客人的时候 他们是真的要生感情 去除这个状况 然后他们的状况是 他们不会牵涉到个人的私人情感 他们主要是以那个角色状况 就是按摩斯的角色的身份 然后去建构一个完整的按摩斯角色 就是扮演一个恋人 情人 或是朋友 或是家人的角色 所以他们不会讲私事 他们会隐瞒一些 要搞不大的东西 可是他们 遇到他们其他事情的时候 他们还希望这情况是跟他沟通 就他们主要是建构那个 恋人互动模式 然后希望就是顾客你知道 好 那最后我们也做了一小段的结语 我们通过了七次的亲身访查 统整出同事按摩工作的特性 与服务流程 并从受访者的工作经验中 找到许多的关键要素 包含 管理者对按摩师的表达要求 情绪上管理的要求 按摩师如何去观察 如何去迎合客人 顾客的归属感 安全感等等心理需求 以及按摩师 面对不情愿的要求 却要硬着做的情形 进而我们归纳出 在同志按摩的工作中 除了身体的外在劳动之外 师傅还通过情绪上的劳动 去满足客人 所以情绪劳动作为我们问题意识的解答 也是我们首页标题所欲以胜的东西 没有纯按摩也不止打炮 好 那这是我们大概的报告 谢谢 谢谢 谢谢丁主的报告 那丁主同学来 要问一下你们 你们把第二页 再往上面 再往上面 这边 这边 好 同学 你们问一下 你们讲的是同志按摩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这个东西 假如把同志两个字拿掉的话 有没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第三条 因为我们在访问到像最后一位受访 像有三位受访者都提到说 所谓的那个 为什么就是同志按摩工作者 会有那么 就是按摩和系会是牵扯在一起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强烈性的需求 因为毕竟他们说 在同志在这个社会上 还是比较偏弱势族群 所以很多的 他们有举到一个例子 就是像很多来消费的客人 他其实是有家庭的 已经有办理 有自己的一心人办理 可能他们的家人不愿意 或是他们的亲人也不知道他的同志 所以当他有自己心理的压抑或想说话的时候 他找不到身边的人可以说话 所以说关键点是在这边 其他地方都一样 就没有办法凸显出 你们要做同志按摩这个议题 这懂意思吗 我们做的主要是要去证明说 他的情绪劳动 我再继续问一下情绪劳动 请问一下大学老师三个月 有没有情绪劳动 同学拜托一下滑手机滑到我快抓狂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要不要请求劳动老师 要可是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刚开始 印象这边有提到说 就是一般人对统治按摩的印象是说 就是一般人对统治按摩的印象是说 就是一般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说 要么就是一般指压油压这种手动式的按摩 或者是再深入一点 就是可能牵扯到台湾对他的印象 对他的印象就是性交往 对他说是体力劳动 就像大家认为老师在上面就是在那边讲讲话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讲讲话而已 想要探讨的是 就除了这样外在的劳动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 才能够系同性圈 我知道 你知道再重复讲你同样的话 我现在要问的 比如像说 这边的问题就是说 你用情绪劳动这个概念 OK 那这边我要问的一个 这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边要问的是如何嘛 对不对 如何 好 我们在社会学 我们上第一堂科 第二堂科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我问同学说 男生跟女生哪个自杀率高 男生跟自杀率高 男生跟自杀率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称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社会事实 对不对 社会事实 所以我们 就是跟你的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 一般人都认为女生可能比较容易自杀 可是实际上的资料就不是 是跟你现在说的做法一样 一般人认为她是体力劳动 实际上不是 还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社会学里面讲到社会事实 之后 第二个要为什么 那这个社会事实是怎么来的嘛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为什么女生 至少女生比男生低一半 为什么 好 所以你们这边问的是如何 如何 这是一个基第一步 我们要去看社会事实 那社会事实 看完之后 角力士把社会事实讲出来 其实就会有点像 我们在看奇人意识 看到你一定要 原来他真的是按摩 原来他是这样子去跟 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比如像说 比如像说为什么 刚才 男同志按摩到最后 男同志按摩到最后 就必须有个所谓的机能服务 然后 这些都需要情绪劳动的 比如像你引用的那个理论 对不对 那个Hochstrand 包含的像说 在卖化妆品的 像老师 其实都需要情绪劳动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同志 跟其他的差别在哪里 差卖多 因为他们的 因为我说行为上不一样嘛 对不对 我看他说行为上不一样 还有内心也是不一样 就是在情绪劳动 对 所以我只想说 这些外表上看不一样 可是你都用一个情绪劳动 所以我们看到形式不一样 比如像老师站在这边 我的情绪劳动就是 好吧 你就继续玩你的手机 好 你继续玩你的Candy Crush 好 但是呢 重点是说 什么样 你要把这个问题 去牵涉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关系 跟社会结构底下去 所以你刚才讲第三点那个部分 就有讲到说 OK 因为同志的身份 在异性内的社会底下 他 采取了这个形式去 去做按摩 这一点就有跟社会关系 联系在一起 但是其他部分听起来 就我看不到 你们这个研究里面 到底把这个行为 人的行为 或他这种同志按摩的行为 跟社会关系 跟社会结构 怎么结合在一起 你听懂我意思吗 你只有在第三点的时候 讲到说 这个部分因为有异性业的社会 所以使得他们去 必须采取这个方式去消费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跟情绪 劳动没什么关系了 是不是 这一点跟情绪劳动有关系吗 他背后的社会结构 跟他的情绪劳动有关系吗 所以 就说 你们 在做这个议题上 这一点是最突出的 就同志 那你也看到这一点 是跟社会结构有关系的 其他部分就看不到说 他如何对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 那 像刚才我问的最后 那个整个东西好像 再往下面倒数第二页 那个部分 你也说 好像第三页才跟同志有关系 其他都没关系吗 为什么没关系 不是 不是 你把最后第三页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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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个 一般的按摩会不会有要求 一般的按摩要求的是 像可能中医那种按摩 像比如说中医按摩 他们会要求他们的知识 要求他们的技术 可是在 我们问到的很特别是 管理者 他们在面试 在筛选他们的同事按摩室的时候 他们其实对他们的外表 或技术其实还好 他们主要重视了他们的可能 那我一个异性业的按摩店会不会要求 可是要求有点不同 异性的按摩店要求的是 你怎么知道不同 你怎么会证明出来 难道异性业他找女按摩师 他会要求他讲话的方式吗 程度不同 程度不同 你如何证明程度不同 像这边的话 我们就提到说 我们就是那个管理者是想表达 他说 其实就算你的技术没有到很純熟 但是我只要他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部分跟你的一般的女性的按摩师要求是一样的 他最好当然是这一条线都有嘛 对不对 在没有办法 情况之下 他当然就再慢慢调 慢慢调 意思是说 你这个证明不出来 他跟同志有什么差别 他要在下面的你那些东西 好 我的意思 你要我的主题是跟同志按摩 那为什么是同志 你必须把这个主题凸显出来 那你现在目前讲的东西 除了第三点之外 看不到有什么 特殊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 比如说 你应该讲情绪劳动OK 但是呢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但是这个看得出来说 你用这个理论还用的还可以还不错 但是我们更希望是你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你把情绪劳动套在这边 那我同时也套在女性的按摩店 我可以套在老师的身上套在站柜的身上套在很多地方 那这个叫套理论 这个不叫做你们自己的看法 到了大学 你们要学习的不是去 我可以知道很多知识 我去炫耀别人说我懂了这个知识 而是要培养你们自己的看法 培养你们自己的看法 听得懂意思吗 同学在台下的同学记得 你们大学不是在被 不是在知道更多东西 而是要培养你们自己独立的看法 好 所以一样的 我不是说你在理论用的不好 用的还不错 那只是说更好的情况 是希望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看法来 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一样的一样的情况 你们要发展出自己的看法来 好OK 我们给第一组鼓掌谢谢他们 来现在第二组 第二组在哪里 又在这边啊 我们也一样鼓掌好不好 第二组是 我们人数最少的一组 大家好我们是第二组 然后我们这一组 然后我们这一组 中文系洪正杰还有中文系黄丞翔 那我们的助教是杨洁是助教 然后指导老师是王宏伦教授 然后我们的研究方法 第一个是实地勘察 就是我们会透过网络搜寻 然后去找手上我们店家他们的电话号码跟地址 然后我们找到电话号码之后就是会一家一家 打过去问是否愿意受访 然后地址的部分就是我们 就是除了电话号码也会 就是大家愿愿 然后一起骑车出去 依照这个地址去找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访谈过程 就是全程会采录音的方式 当作记录 当然就是录音 能不能使用都是中国受访者同意 我们才会使用录音 然后第三点是我们的访谈 都是深入访谈 那我们访谈之间就是会民一份问卷 然后才去进行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的研究限制有以下这四点 那第一点是受访者的接心 就是说受访者不一定会讲 就是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 不一定会讲真话 那因为我们跟受访者就是 因为都是第一次见面 那对第一次见面的人 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 就是没有必要讲真话 然后我们其实打了好几次电话 可是就是常常被打箱 就是我们不是被挂电话 那不然就是被质疑说 会不会是警察局派来说要 什么 举发他们 然后第四点就是 我们的第二点是那个 受访者的地区只有在高雄 因为我们 因为时间跟距离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访谈 访谈地点都只有在高雄进行 然后第四点就是 我们目前受访者的资料有限 就是还没有办法代表全体同志按摩主群 然后这是以下是我们受访者的资料 就是有这几个 然后我讲一下我们动机跟身份 我会发现我们动机很多 很多人都是因为缺钱啊 经济压力的关系 然后才去做这份工作 然后身份的部分 我会发现很多 很多人他们都是员工 那如果是老板的话 大部分会开店的老板 其实不多 会直接 就是直接 开店经营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员工 而且他们流动性很高 那我要补充刚刚那个就是受访者的解形 其实这个工作同志按摩是比较敏感的 然后可以大家可以想想看什么是同志按摩 也为什么叫同志 其实大概我们就是有问一下 大概消费者他们可能男性 通常男性都是要传宗接代啊 然后什么之类 一定要生小孩干嘛 就比较有传统观念 在这个结构下啊 所以就是有些男性 是其实他是同志 他是喜欢男生的 然后可是他是嫁给了一个女性 所以很多他心灵 心灵就是可能需要一些男生 然后来填补他心上的一些需求 然后所以他就是常常会去同志按摩业 然后可能在按摩的同时 顺便达到就心灵上的夥位 然后大家可以想想看 什么是同志按摩业 然后你们对同志按摩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可能会认为说啊就是哦 比较啊 如果你可能你爸爸妈妈 就是知道你跟一个同志按摩业的 就是有进这个行业的人当好朋友怎么办 应该都会想说啊 你不要跟那个不解释在人在一起啦 就很噁心啊 啊不然就是入行的时候啊 大家会对那个同志按摩业 可能就觉得说啊 入行的人都是那种叫muscle 才能进去 然后肌肌要很大 然后不然就是入行之后 我想要去消费 然后就可能就想说啊 有人会帮我就是对 然后然后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对那个同志按摩业 就是的动机就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是我们刻板印象是这样 可是访谈后我们就是有改观 就心态上的改观 因为我们觉得同志按摩业 跟一般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他也是有专业就是专业度的 不是我们想象说的那样 就是进去然后做一做就出来 不是对 然后我们之后会介绍他就是 就是如何成为专业工作者 然后我们的问题一次就出来 如何成为专业的同志按摩工作者 然后我们就是想要用社会化的概念去解释这些 然后关于那个社会化的概念 然后我讲一下 就是投入任何工作职场 或是扮演任何一个角色师 都需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 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个体渐渐在价值观态度 有兴趣技巧以及知识上能够表现结束 或变得比较有能力 然后我们的是 应用社会化的观念去讲 然后啊 我们是以那个就是受访者的动机下去 然后我们有入门入行跟学习 跟实际操作 这四个面向去讲 那个同志按摩业要怎么入门呢 入门呢 我们有分那个就是网路跟朋友 通常他们就是因为网路搜寻 才找到这份工作 或者是朋友就是可能有人做这个行业 然后就因为朋友这样口耳相传得知 然后去就是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入行之后需要面试 可是他面试大部分那个就是 老板都就问你的谈吐 看你的思想成不成熟 因为毕竟同志按摩业 他不只是就是劳动上的 他还有那种就是其实按摩的过程 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是 其实是同志 其实不是喜欢女生的 会有一些得到心理上的慰健 其实这个过程都在面试很重要 因为他都会问出就是一些 就你的思想成不成熟 然后之后就可以 就是以你的思想成熟去 安慰到那个客人 他其实心里需要的需求 然后规范呢 就是比如说入行之后 他规定你两个小时 就是你可能一一小时 五十九分也不行 就是他们是有一个规范的 然后关于学习就是有分性能上 跟就是技术上 然后实际操作就是跟雇主会 他会教你怎么服务交流 又加上那个就是客户你 学习之后的传播方式 然后达到互动 然后社会化 然后啊 就是我们访问这些 就是受访者 他们几乎几乎几乎都是 可能第一个想到同志按摩 其实他们就想入行的动机 其实都是因为缺钱 就是缺钱 真的就是缺钱 然后就是 然后除了缺钱之后 还有时间的自由度 因为比如说 可能客人预业局 几点几点 然后他们就可能 时间配合就来 所以比较free 然后基地效益也高 然后还蛮保护他们的 就是老板啊 还有那个消费者 他们的名单都不会透露 对所以他们做这个工作 其实还蛮放心的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这三点 然后就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像我刚刚有讲到的啊 然后我再比较仔细介绍一下 他们怎么找到这份工作 他们有三点管道 就是同志交友 就是同志社群 就进去 然后在朋友口里想想的介绍 还有网路搜寻 像那个巨像啊 还有一些虚异潮 然后就网路搜寻就有议证 然后像有一个那个 受访者就说 他是交友网站 对 然后他的入行关卡的面试就是 就是老板会问他说 你怎么会想要进入这份工作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动力干嘛 钱多吗 还是你有什么什么 然后就可能看在谈土方面 他心里成熟度 对 然后啊我们现在介绍他的就是 就是他的标准流程 他是怎么样的步骤下去 他们应接客人的时候啊 就会就是约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地点 然后把顾客接到店来 然后帮他换鞋 换完鞋之后就请师傅进去帮他服务 或者是时间 就是除非是客人说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然后就是都比较宽容这样子 就以客人为主 然后顾客和师傅啊 其实他们有些规范 像我们有访问到一个店长 就是百合花 然后他就是很严谨的跟那个 就入行的人新人就说 如果你们跟顾客跟那个 私下有就是私下跟工作上之后 有就是接触的话 我知道的话 一路一律排除 然后不然就是 其实那个店长有说 就是顾客啊 就是其实来的时候都有心理上的需求 如果他可能想靠近想摸你 你绝对不能逃避 因为其实顾客会受伤 然后啊 他的那个心理层面啊 然后就是店长其实有就是 跟那个新行就是 进去工作的那个工作者 按摩工作者 其实他进去的时候 其实工作者跟店长跟顾客 其实他们互相都有学习交流 然后店长就会跟那个 那个工作者就说 其实你这个行业 其实你最重要的是 要满足他的心灵 他顾客可能只是需要一个 拥抱跟情愫而已 然后你们的就是 服务过程要像情人 就是可能比较靠近对方 他讲话比较小声 对 然后他们的那个内容就是 有那个工作内容就是 就是有压根那个精确的推拿 然后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就可能他就是 雇主在教那个工作者的时候 就可能就是说 来来来 这个这个压压压 这里肩胛骨 这里画一个圈 然后垂直下来 会拨到一个筋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问那个客人 说这样有没有到位 有没有舒服 对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 也可以边聊天这样子 对 然后谈一下 甚至家里发生什么事啊 之类的 然后有些就是 就从早学到晚 有的人学 刚刚往学一个礼拜 有的人学三四个月 可是他们学习的快速 成效都是基于他们 当下需不需要那个钱 因为有些人很需要钱 那一个礼拜就从早学到晚 就会了就马上上手 下一个 然后他与客户的学习揣摩 就是他们会因为 就是像刚刚就是有 就是表演的就是这样子的过程中 然后去揣摩去学习 然后渐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的专业更精进 然后他们也会这样慢慢的去观察 好 然后我讲 回顾一下我们的问题 问题就是 如何社会化成为专业的統治 案我们工作 其实我们做pub comping的时候 其实有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们整体下来 就好像一个 介绍一般的入门工作一样 其实它跟一般的工作 没什么两样 甚至需要更多的 而且甚至需要更多的一些训练 之类的 所以你們會覺得他不是專業嗎 可是我們卻因為某些原因 就是很像天下性工作的方面都會 就是那種前面有講的 我看一下喔 就是這個污名 而使他們就是不被社會認同 而想要退出這個行業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就是由他觀感 就是他有一個就秀琼花的那個訪談者就說 就是他退出這行業其實就是為社會的觀感 而這社會觀感來自於就是社會會覺得 他講到指壓就會覺得他聯想到性工作 而這性工作就好像 而他講說這是以異系列的觀點去看待他們的觀感 而在同系列的部分就還好 就是指壓他們就好像是一個按摩的流程而已 或者是心靈的交流方面而已 所以他覺得他會退出 還是因為社會觀感給予了壓力 然後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結論就是我們一連串下來就好像是來介紹一般的工作 你們會覺得他們不專業嗎 不會 其實是因為他們的訓練過程跟規範 甚至比我們一般的公司還要嚴謹跟景色 可是更需要的就是大家就是胡一樣 他們需要跟人一樣的對人的觀察 可是就算這些因素他們還是一直不被接受 而一直處於法律的邊緣或是根本沒有法律的認可 所以我們就應該仔細想一想就是這些到底能改變什麼 或是能改變嗎 然後我們的報告就到這裡結束 為什麼真的沒有你們 只有你們兩個三個 好,謝謝,謝謝第二組報告 你聽的第一組跟第二組報告是不是對於同志的整個按摩流程很清楚呢 對 社會會覺得這個報告就是在介紹他們怎麼去招呼客人嗎 那我再問一下這跟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其實我們是想講,因為我們對他的想像 無名想像不一樣 這個其實我們,對這個沒有錯 跟第一組剛才講的一模一樣 我們可能對他有一個刻板印象 這實際上卻不是 但是這個 這個就跟我們對於 還是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同志的特殊性在哪裡 其實我有發現他們講是 我有問過他們講說 他們其實同志按摩並不是因為同志 被歧視,而是因為性工作的方式 好,那這個部分就很重要 如果你要問什麼不講這個了 對不對 就我們當時都覺得同志 那現在第一組他講到同志是因為有異性戀這個霸權 使得說某些人他沒有辦法滿足他的 他在性 或者是他的性意或sexuality的需求 那你這一點 可是你剛才訪問出來好像是說跟其他都差不多 那這個 搞不好性跟同志這兩個部分 性是比較重要的 對不對 剛才講的嘛 就是色情按摩這個部分是比較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剛才那個第一組講的說 因為異性戀的情況 所以他們 你們都提到說他要去那邊找心靈的慰藉 其實你們有沒有度過美華老師寫的 男人去夏川島的 那一篇文章 那男人去那邊幹什麼 只處打炮而已嗎 是要幹嘛 談戀愛 對啦 重點啦 是要去談戀愛的 那跟這一群 剛才第一組你們講的那個老師去那邊 那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同一回事 同一回事 對啦 好啦 那跟同志議題 那跟您講的 原來要講的那個異性戀的霸權 有關係嗎 有關係嗎 我說跟第一組的情況一樣 他們的第二組跟第一組的問題 出現的問題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們這兩組講的很仔細的how的問題 如何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這個 整個同志按摩的過程應該是怎麼樣的 大家都可以去做了 好 可是我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麼那樣子的問題 我們社會學 要問的說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你剛才其實是提了一個好問題 就是說那社會化過程是怎麼樣 也就是你用讀那一篇 舞娘的社會化過程來比照辦理 可是你的社會化過程就太簡單了 為什麼太簡單 就只有他個人的學習跟老闆教他的 那那一篇文章裡面有沒有談到 他跟其他的按摩師之間怎麼互相學習的 有沒有 對啊 同儕之間的 可是我們訪問這個好像都沒有在講到同儕 那就是你們之前有沒有考慮到這個 是不是要去問一下他們同儕的 你知道意思嗎 他比想說那會不會跟他的男朋友 女朋友之間會不會有摩擦 那因為我們讀到那一篇文章裡面 所以有想要男朋友與朋友之間的關係 會影響嘛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強調的是說有些因為我們講到的店是純按摩的店 就是其實他們只要純按摩他們其實男女朋友都不會介意 就是比較不介意 真的嗎 真的純按摩 那為什麼他們看出來會有所謂機能按摩呢 因為我們就是從到一位受訪者 他就說就是他跟一個客戶之間有產生一些情緒 情愫 對 然後他跟男朋友之間會有拉扯 對 對 這個事常常會發生的 所以不可能那麼簡單去說 就是我只存按摩就沒事了 好 這個社會的過程要怎麼去處理 一定要有人教他的 好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再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好 謝謝第一組的報告 謝謝 他只有三個人他要做這麼多報告是不容易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第四組 來鼓掌歡迎第四組上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吸毒 吸毒 坏人 通常是造成很多社會問題的傷害到自己 但是卻不是反罪 那為什麼同樣是誠意 西毒就是犯罪 就是前陣子有很多酒駕不死人的行為 喝酒造成很多的社會問題 那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 喝酒才是反罪 那反觀西毒者 他們不一定會造成這麼大的社會問題 為什麼 只要是西毒就是犯罪 還有一樣是誠意 為什麼社會大眾聽到西毒就覺得是妄惡補塞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 為什麼導致藥物使用者被貼上標籤和物理化 我們推論出東方保守的價值觀 主流媒體的渲染 和政府政策的渲染 這三點是造成主要社會基金的印象的原因 然後我們的研究方法是確定研究動機已不定 然後在上網早上考五線 最後就是進行實際的訪談 有面對面的訪談 還有電話的抽樣訪談 然後再用訪談資料汇集成 我們接下來的規則 接著 為了這次報告 然後我們訪問了四位藥物使用者 然後特別是豪哥 阿咪 阿鵬 還有賤賤 然後呢 他們同樣都是學生 卻是接觸疾病的年紀 分別有國中 高中 大學 曾經使用的毒品有 強力膠 大麻 安維他命 還有搖酷丸 在四人之中 有三個人否認吸毒是犯罪 然後二分之一的人 覺得有被污名化的情況 然後呢 就是為了瞭解社會官 也利用電話訪問了四位民眾 分別是小雅 像我們警察被加養 提供三位學生 一位警察 然後他們四位同樣認為 吸毒是犯罪 也同樣認為吸毒犯 並沒有被污名化的情況 好 接著是我們的論證分析 那好 我們接下來要說 就是關於剛剛就是 就是社會既定私底 包含的那三個藥室 那就是我們問問 提供出的解壓 好 那第一個是主流媒體的訓導 那待會我會說一個 就是西部的小朋友 就你們待會可以從裡面的報導 就是看看就是 他們對於吸毒法 還有犯毒的人是怎樣去 就是他們的用詞都可以提供一下 再看看這名21歲的年輕女子的遭遇 也不必要警方感嘆 毒品害人不淺 故成功打擊兩岸毒銷 女犯 嫌犯如果能把販毒的生意頭腦 拿來做正當的生意 社會上就不會產生這麼多的治安問題 好 那從剛剛就是西文的用詞 因為大家就可以聽到就是 其實他們的用詞 都會讓社會大眾認為 就是吸毒是犯法的 不好的 而那些販毒的人都是在做主證標的工作 那再來呢就是 除了新聞媒體報導之外 政府也會找一些公眾人物來找到 還有就是 也會運用就是 F1這種很多人都在用的交友平台 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政府政策的宣揚 而這些也可以達到說服力還有影響力 那麼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 他們拿這些牌子到底告訴我們是什麼 就是販毒 販毒 然後像西毒說那種 那他們有 政府有說什麼為什麼 沒有嘛 對 所以呢 從剛剛那兩個要素我們就是 有問了一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社會大眾對西毒的無敏的話 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宣揚嗎 就是我們受訪者是說 對毒品的貨店觀念大多是從 學校宣導還有新聞媒體的來 那新聞媒體剛剛就有看到 那學校宣導的話 大家就可以就是合想 就是以前國包中的時候 學校要翻一些獎毒獎座啊 然後 或是 對 或是上健康教育課的時候 也會大家也會記得 可能會就是會有幾個小病 然後讓老輩也會告訴我們說 辛辱就不可以辛辱 因為辛辱就害了一個孩子 這樣子 甚至就是 寒暑假寫 就是教 那個結業生的時候 教官還會說 就是 就是 放假的時候 就是晚上盡量不要出去逗留啊 就是可能也不要去你的KDP啊 因為你喝了飲料 怎麼被擦了什麼的 其實不知道 結果隔天你就染上躲起來了 對 那第三個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 東方保守的價值觀 那我們大馬唯一 因為我剛剛有的時候 他也是西大馬的 所以他就有說 其實 在很多國家大馬是合法的 所以 會覺得台灣的法律太嚴格了 那 他會說 很多國家大馬是合法的 就是 就是 其實 因為反正我們 我們東方其實就是 沒有一個國家 現在是 東方的國家就是 沒有一個地方 最主要是合法化 那 西方的話就是 有荷蘭 西國 俄國 不論是還有美國 他們都已經合法了 所以他會覺得說 台灣的法律太嚴格了 那 那其實就是因為 台灣就是沒有 沒有合法 所以社會大眾就會覺得說 西谷是會出犯法律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 就是 去碰國 那 這樣就會造成 就是東方多數的 產生保守價值 接下來我們透過和受訪者的對談 來分析和看其被普彈的標籤及污名化 那首先這位受訪者 雖然他本身在前面我們介紹他的說 他認為吸毒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但卻不覺得說就是 有被污名化的現象 不過他也覺得說 其實他們自己吸毒 就是自己在吸 是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 那像這位受訪者表示 他們有被嚴重污名化的現象 因為吸毒在台灣的法律上 是嚴格被禁止的 所以一般大眾對於他們的觀感 是非常的不好的 那這位受訪者更覺得說 就是吸毒 相對於吸毒 就是喝酒造成人犯罪率 以及造成他人的生命財產的損失 的比率也相當的高 那為什麼大家對於就是喝酒的人 不會以罪犯的就是角度來看待他們 那回來一位受訪者更表示說 雖然他已經戒毒 但現在以大家的狀況來說 不會像周遭的朋友主動說 他有接觸過毒品這樣的東西 因為就怕跟周遭的朋友講 或者是跟他的家人講 就會感覺說他是一個罪犯 他是一個吸過毒的人 所以就是感覺說他們還要隨時會犯罪 會對他們鼓勵或者是做出一些所謂的犯罪行為 那接下來這張圖表是 出自於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就是近幾年來的要務使用者發生的犯罪建數 以及刑犯的人數 那我要對比的是下一張 也是壓出自於警政署 近十年來酒駕造勢的死傷人數 我們可以看到 同樣都是我們所謂人為 行動出來的犯罪行為 那為什麼人民對於就是 這兩個犯 同樣都是犯罪行為 那為什麼對於他們 就是 酒和毒品的敏感成績 會有那麼大的落差 是指導我們去形式的 最後這位受訪者也是表示說 其實他們這些藥物使用者 被貼上這樣的標籤 確實深深的影響到他們日常的生活 其實他們的觀感就是跟我們 平常沒有碰過藥物毒品的人一樣 他們的生活作息 日常生活劇都跟我們一樣 沒有別的產品 但就意味著他們被貼上這樣的標籤 以及被這樣的無名化 也導致他們可能在工作上 或者在許多地方就繞出空地的那個 那社會學家紀登斯曾經說過 對一個活動時事之間的督導 程度是相對有限的 那媒體及政府不斷地一直宣導說 反毒卻不纏向一般的人民去解釋說 毒品的第一到底是什麼 然後所以民眾對於這些藥物使用者 一而再再三的貼上就是犯罪人的標籤 但其實事實上 許多藥物使用者只是單純的賞樂主義者 並沒有犯罪的企圖 卻在社會結構不平等的情況下 讓他們背負了企圖犯人公民及標籤 那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些藥物使用者 就被那些什麼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我們原本既有的印象 就是我們的東方比較保守的價值觀 以及前面講到的免體平淡的渲染 而就被洗腦 所以我們就很難有自己的去看法 去對待這些藥物使用者 好 最後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問題意識 吸毒這件事情被視為是不好的事情 太罪的事情完全是人為貼上標籤的 真正的物理化 然後我們從結束來這三個 三個原因 第一個 媒體 剛剛我們剛才我們的受訪者 跟電腸者都有知道 他們在成長分中 對毒品的負面印象很大的一部分 這部分是來自於媒體的炫耀 上次剛才的新聞中 都有很多負面的理官的用詞 那這些都是前面文化和影響我們的觀念 第二個是保守的價值觀 台灣對於毒品的做法 相對於國外呢 就是相對於保守 立法全面禁止 並且不倒戒指 那這些做法呢 等於是讓毒品呢 跟性一樣 無法被攀上檯面來公開評論 再來是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除了 就不只是我們做網站和電腸者 應該是在座每一個人都曾經看過 版國的影片 然後是版國的海報 藝牌等等 那這些就是在政府的總向的做法 就是讓我們在真正那些主題之前 先給我們一個先日為主 負面的觀念 所以綜合一上三點 就形成了一道牆 在藥物使用者身上 貼上了罪惡的標準 並且將之物物化 那如果我們拿到真正的了解 對毒品法也是好是壞 我們覺得應該還是要 針對這三個激進的觀念 去整理他到底是否正確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組的報告 謝謝大家 好 那個壹事主報告簡單二呀 還可以提早結束 好OK 那現在問題是 那個你們如何得到那三個部分 三個原因是導致無名化的 那我們再講一下那宗教會不會導致無名化 會 宗教會不會導致無名化 也會嘛對不對 那個 種族會不會 我們總是認為黑人比較可能吸毒 有可能 是不是 好啦 那這個就問題出來了 就是說那你一開始你找了就三個 那為什麼是三個呢 為什麼沒有再加上其他的呢 你要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就是有 就是我們就是去 就是我就是先問一般的 就是大家電話上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再去分析說他們 不要就是透過媒體 然後等等 然後早上去看我一直認不及 你們那個受訪者有 是不是有幾個是基督 在基督教那個戒毒的 沒有 你們都不是 好 OK 那可是基督教會不會有這樣子的印象 你就是覺得這個不好 宗教會有嘛對不對 所以 你可能一開始要解釋說 我為什麼選這三個 是從我的資料來的 還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才能夠知道 OK 原來這三個意思是重要的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你們說 那個 呃 你們說 我們很多觀念是從學校媒體來的 會不會是因為你們的 訪問的這些人都還是學生 就是 可能是學生 可是我們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去 去訪問 對 那假如說不是學生 比如像他們已經是 你們去訪問到三十幾歲 開始吸毒的這群人 他們的印象 會從學校來嗎 不會吧 是媒體 那他有沒有可能是從 朋友 有沒有可能朋友就說 哎呀這個 等一下會有一組報告 他就強強要朋友 那所以你們就告訴我們說 那為什麼這個不是重要的 或者是那個可能是更重要的 我們總是有一些優先順序重要嘛對不對 那你們認為這三個是最重要的 好 那這三個最重要 沒有說他不對 但是可能是因為你們的受訪者 是學生的原因 所以他們可能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還有 另外一個你們說 有一個叫東方的保守價值 西方的價值可能也很保守啊 你說相對一下是東方的教會 嗯 好 其實你就不用講東方了 你就直接講保守的價值就好了 當你講東方的時候 其實就是相對有一個西方 好像西方就高我們一節 比我們高的樣子 沒有那一回事 都是平等的 所以就直接用保守的價值就可以了 好 那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 你的房 這裡的訪談資料似乎都是來自一個人 阿咪 那其他三個在幹什麼 好 這個顯然就可以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你們訪談的資料限制 還有那個便房者的資料都沒有呈現 這一個 有啊 這一個 對他們的話 那這樣子他們的話都沒有呈現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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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訪問他們幹什麼 我們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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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些資料你都要彰顯出來 比如像你一開始的那個 刻板印象或霧迷花的印象 就要引用他們的話 來證明 對不對 要不然把握這些資料 就把它擺在那邊 亮在那邊沒有用 好 OK 那就大概是這樣 謝謝 我們謝謝第四組報告 來接下來我們第七組報告 來第七組在哪裡 來鼓掌一下鼓掌一下 我們 同學按摩主要是指南的文字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指導導導導導導導設置指南文字的部分 我們四個都是社會系統 再來是我們的問題意識 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同志戰摩斯工作上的展演手法 那說到展演手法呢 我們一開始就做了一些想像 想說是不是同志戰摩斯如何利用他有黑健壯的身體來吸引小被子 還是說他會不會怎麼跟復刻補阿鋼姐 再來是我們結論 身處以異性戀為主流社會在結構壓迫 包含刻板印象、異性戀大權、政府政策之下 造成同志族群在性與情感方面有更迫切的需求 竟而影響到同志和模擬在工作展演的方式 我們之後會有一些混沌的手段 再來是我們的研究限制 第一點就是我們對同志文化的了解不夠深入 就是因為我們四個都是女生 所以就是比較沒有機會可以去接受有關同志這一方面的文化 第二點就是說同志和模擬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所以大多數的師傅不太便利於受訪問 那第三點就是性別限制 就是我們曾經有詢問過一個受訪者 他們就有開出一個很奇怪的條件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找一位男的同學去一起找他 給他按摩這樣子 就是我們覺得有點困擾的地方 那第四點就是要可吃